阿们 当神走到我们的时候 你的生命可不再一样 你在黑暗中走到真光 迷茫中走到风向 失落中走到盼望 今天是圣诞节 耶稣为我们来到世上 祂的光照耀在我们当中 在这个时候要和大家分享这个信息 既然是没有实体 教会没有人 除了敬佩队 所以进去我随后考作你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 是比较深的 可能有些人说 听完也不太深 意思是说我很成功地 八课一号心的事 说得很简单 真光照耀在黑暗中 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我们靠你的光照耀在我们的心中 在这个时候 讲到的时候 靠主你的说话一发出来 是不会徒然归回 你的信息一发出来 你会 你的真光 跟着你的说话 照耀在人的心中 叫人心中一切的黑暗 能够离开 能够消失 叫他的黑暗里面 看到真光 看到盼望 看到力量 感谢耶稣 让你的救恩难道 听你说话的人 放耶稣祈祷 阿们 好了 今天是圣诞节 大家说圣诞节都很开心 但是今天 我知道在整个世界 疫情的凝固 圣诞气氛都比往年差很多 第一不可以聚集 第二不可以吃大餐 所以都是吃自己 在家里一家人 外出最多两个人一起吃东西 真的那个气氛差很多 我们没有做多研究 当然之后才知道 这个圣诞节卖的东西 做到很多东西 是不是没人卖呢 对吧 真光照耀在黑暗中 是我们要从《约翰福音》来看的 圣诞节的意义是什么呢 到底耶稣说 是不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 在世界上呢 基督徒大家都知道 不是 一起说 不是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不是耶稣出生的那一天 不是 不是的 但是我们是用十二月二十五日 来庆祝耶稣出生的日子 有些人说 这个是太阳神的日子 不是 这个是上帝创造的日子 只不过人家拿去拜太阳神 太阳神不是上帝创造的 是 要纠正的 不是纠正我们 而是纠正太阳神的人 不要再拜太阳神了 拜上带 所以就不是因为人家拿这个日子 来拜太阳神 我们十二月二十五日 就病起来 成为黑色十二月二十五日 不可以的 不需要的 如果您找到原来 你的生日日期 是某一个神明的出生 那你是不是要 不要那天生日 不会的 所以我们不要看过 糾纏在那日子 我们知道 日子本身 每一天 其实是一样的 有时你忘记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 你忘记庆祝 明天庆祝也不会迟 那天的 其实不是那天 只是你的心情 到底我们要明白 什么是圣诞节 圣诞节 不是那天 是纪念耶稣为我们 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阿们 是 所以有时我们说 耶稣诞生 这个诞字 就是神明 出生下 叫诞生 但是有时 我们把我们的子女 叫诞生 好像我们的子女 很神圣 好 我们看看 约翰福音 今天我会和约翰福音 不是用马太福音 或者是路加福音 是用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说耶稣出生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说到 玛利亚玉塞 一说 开波就是什么 一起读 太初有道 道以上大同在 道就是上大 这道太初以上大同在 物物都是借助他做的 凡臂做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助他做的 来 继续 不算了 在他里面有生命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没有盛过光 好了 第六节就讲到 诗世若寒 有一个人从神里 叫诗世若寒 不讲了 所以一到五节 是一个段落 所以今天我们从神里 这个段落为主要 特别是第五节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没有盛过光 好了 这个经文是很重要的 很多研究在里面 所以今天的道理 为什么会更深一点呢 是因为 我们要讲的 这个光和暗 是叫做 光暗而言论 Dualism Dualism就是一个 而言论是一种 哲学的思维 或者是宗教思维 中国人也有二论 阴阳 无极生太极 太极相两意 生两意 两意是什么呢 就是阴和阳 这是二咫论 二咫论 都是以阴阳来理解的 所以阴阳 不是一个好 或者坏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面 哲学思想 阴阳是相乎相生的 一起同在的 光和暗是否一样 不是一样的 所以全世界 埃及也好 中国人也好 波斯也好 甚至 犹太人也好 基督教也好 都会用二元论的 讲述 或者论述 来表达 他们的宗教哲学 所以不是大家一样的 但大家都在用光暗 来讲不同的东西 所以这个叫做三点 是比较学术性 和哲学性 特别今天我要讲的 这个光和暗 不是地球上的 物质的光 或者是物质的暗 你不要这样理解 光和暗 就是物质的暗 哪里有暗 不是的 是用哲学的 或者叫做 神学性的 哲学性的讲述 更加是一种叫做二宗论的讲述 Cosmology Cosmology Cosmology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二宗 用一个二宗 就是超过地球 在一个二宗 深层天 上帝的天 之后 太空的天 之后 大球的天 大球的地球 所以我们看到 在一个二宗 看这件事 就不是人类 个人的心理 在一个二宗 看 耶稣来到世界上 就好像一个光 那样 焦耀在黑暗中 OK 好了 我们看这个 哇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结构 叫做平衡体结构 对一些人 没有什么兴趣 没有所谓 但对那些信了主 很久的 大兄姐妹 或者是执事 同工 都是喜欢的 对不起 那些希腊文 来到这个PowerPoint 就变成了 联马 OK 所以你不用看 联马 不知道什么字 那些是希腊文 但是 来到教会 这个PowerPoint 没有那个方 就支持不了 好 看第一个A A和A块 是比的 一节到五节 ABC ABC 这叫平衡体 道在太初里 以神同在 或者同存在 它是用什么呢 NRK Hologos 来开始 NRK 就是什么 在开始 里面 NRK 就是在里面 NRK 就是开始 in the beginning 所以英文是 in the beginning 在A块 一章四节A 就是生命在它里面 又在里面 又在N的 叫什么 NRK 就是 HER ZOE 好记住 这里就是 在 他里面 有生命 生命在他里面 我们中文就是这样 反过来 在言文就是 在太初 或者在 开始 有 度 LK A块 就是在他里面 有生命 所以两个是平衡的 OK B B 它说 度就是神 度就是上大 B块 第一章四节B 就是说 生命就是人的光 哇 明白吗 一个对比 它说 度与神同在 度就是神 OK 它说 在这道里面有生命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好 第三 这是重点 第三章 第三章 就是诗 那里 道 从造了这个世界 从造了物物 没有一件事情 没有它从造的 意思是它是被造物的来源 本然 The origins 第一章五节 例如说,光照在黑暗中,但黑暗却不能够取下光,被造物不接受来言 意思是,它来到这个世界,它要照在这个世界里面,但黑暗不接受它,甚至要取下它 中文和英文的翻译是错误的,我可以说错误 为什么呢?因为我博士论文,差不多七年多,研究这个经文 发觉到,原来很多时候它们的翻译是自己想出来的 因为,不是有证据证明的,但是很多以前的翻译是不能够理解它,不能够领悟它 这些全部都是用思想去领悟光,黑暗如何领悟光呢? 因为,在言文,只有两次,这个是anarambun 只有一样,那两次是在韩福音,第一次就是一章五节 另外一次就是第十二章三章五节,说到黑暗要追上门徒 那些门徒就是光明知智康,你要小心,不要被黑暗追上你们 所以这是anarambun 所以这个anarambun,这个字在教约的七十四日本全部是用的是什么呢? 敌人追来,追他的敌人要取下他的盛事,或者追下敌人 全部都是取下的意思,或者是圣过的意思,没有领悟的意思 所以这是很多时候有的学者,以前那边的学者是搞错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我们的和合本修订版是回来好一点的 比他更好,以前的和合本是理解他,或者明白他,或者领悟他 现在改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个研究圣经,你一定要看回现在的发展,就是证明了以前错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理会现在的发展 我们拿以前错的,就继续教错了 所以这就是重要的,第三就是这里 第一,第一点我要说的是,真光来到自己的地方 The light came to its own 我们看看,有个经文有讲的,特别是第九节 他采用真光和黑暗言论,表达人类生命的属灵元素 好,我们继续看 真光和黑暗是一种哲学性或者神学性的描述 OK,再来 是不是我按到了? Hello 好,我们一起读吧 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 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纳他 哇,这就是真正的事情发生 耶稣在圣诞节来到世界上 他来是真光来到世界上 来照亮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 但是他在世界,世界也是他做的 就是他自己家乡,自己本来的地方,属于他的地方 但是世界却不认识他,第一 第二,第十一节 他来到自己的地方,特别是来到什么呢? 说到犹太人当中 但是他自己的人却不接纳他 这个接纳他就是 paralambano 就是领袖、接受的意思 但是他用paral 为什么用paral呢? 很多学者不会跟你说 因为他没有去研究,差字点而已 但我研究下去,特别在韩福音中 讲到paral 这个就是,paral就是旁边的意思 paralambano就是旁边接你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我的女儿,从美国回来了 如果有一个人去Nambano,就是抢了她 但是paralambano就是去接她 anarambano就是捉了她 或者捉了她,威胁我 就是anarambano 如果Nambano就是接受她 不认识她 但是paralambano就是我认识她 她是我自己人,我去接她回家 paral就是带着她在旁边一起走 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 到耶稣给犹太人 这个本丢臂 都把耶稣交给他们 叫他们接去钉十字架 是用哪个字? 是paralambano 就是犹太人接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王 犹太人的王去钉十字架 你明白意思吗? 这个就是接 所以自己人不接待她 不接受她 不接受她 不接待她 不去接她 所以这个就是很大事 十二节 犯下 犯下 不熟悉她 不关于她的事 但是你不是paralambano 是nambano 是你接受她 其实你不懂她 是你接受她 所以他用nambano 你接受她 你就成为神的疑慮 哇 是不是三点? 是不是三点? 那我来说 什么nambano nambano bara nambano nambano 我不懂 没所谓 好 第二点 我要讲的就是 第一点 我们搞定了 第二点就是 真光vs黑暗 真光对持或者对立 以黑暗为对立 真光对立黑暗 这个就是三点 这个要讲三点 大家听清楚 因为这是我博士论文的研究 小部分 我们一起来看 光照在黑暗内 黑暗却没有胜过光 没有取下光也好 是anamnambano 他没有办法胜过 oanamnambano 他胜不过 而且在这里 讲到很重要的照 这个照是什么呢? 第一章五节 光照在黑暗内 是什么照呢? 就是牌尼 一起读 牌尼 在言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照耀或者显然 shine or appear 就是光在黑暗中显然 或者光在黑暗中照出来 这个就是照的意思 牧书是我们明白的 是的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一章九节 那光是真光 来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 是不是一样? 一样 一样 照在黑暗中 照亮所有的人 多一个量 是不是 是的 在言文就不同了 在言文 这个照亮是 Forty Zay 一起读 Forty Zay Forty Zay 就是照明或者啟发 illuminate 或者enlighten 哇 原来 一章五节照在黑暗中 和一章九节照在人身上 是不同的照法 在黑暗中的照 是显然出来 在黑暗中 它显然出来 它是光 它不是要照亮黑暗 叫黑暗成为光 不是 它在黑暗中 显然自己 彰显自己 照耀出来 它说 我就是光 我就是光 黑暗中突然有一阵光走出来 哇 大家都注意到这个光了 但是黑暗 不会因为光出现 黑暗变为光 不是的 只不过光出现在黑暗中 但第二个 Forty Zay 是不同的 是要照亮 要照明 要啟发 什么呢 人 不是黑暗 是人 所有的人 光来到这个世界上 在黑暗中 就是要照亮你 要照明你 要啟发你 enlighten 让整个人突然之间 原来有光 原来我不需要胡来黑暗中 原来我人生可以盼望 我人生可以有方向 我人生有目的 哇 这个就是啟发 这个就是照明 这个真光来 就是要照明你的心 让你看到 每一个人在这个光照耀之下 就能够啟发 能够明白 看见耶稣来到世界上 他不是每天出现的时候 每个人都沉黄 沉黄 他是真光 他是人 鬼 一出现的时候 很沉黄 没有这样的事 耶稣出现的时候 也是一个人 他出现好像人 其实他是人 他是道成欲生 但他不是 带着一个很沉黄的光 出现的 不是 所以你看到第一章 第二章和第二章的光照亮 是一种哲学性的说法 和一种 cosmology 就是这个 以轴的 这个论来说的 cosmology 好 好了 光主动的照亮 黑暗的领域 第一个光是 他照亮在黑暗的领域 他自己出现 和在里面的每一个人 而启动了一个叫做 二言论的冲突 对立 对抗 光和暗之间有一个对峙 有一个冲突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light and the darkness 这个就是耶稣来到世上 产生的一个局面 光和暗之间的冲突 人与人之间有冲突 这个社会有冲突 特别是香港有很多冲突 撕裂 就是光和暗之间的冲突 每个人都觉得它是光 对方是暗 对方都觉得它是光 你是暗 到底哪个光是暗 耶稣是怎样来的呢 我们四方面要明白 这个光暗的对立 或者对抗是怎样的 第一 光来到属于自己的领域 来解救人类 脱离黑暗 从获生命 从修以神联系的关系 这个就是光来到世界 属于它所创造的世界 以及属于它所创造的人类 当中 它来做不是侵略 再说一次 耶稣来到的世界上 这个光不是来侵略地球 不是 它不是外星人 侵略地球 不是 它不是外星人 要改化或转化人类 成为它的人 不是 它完全是一个拯救的行动 阿们 到底怎么要明白 耶稣来到世界上 不是一个侵略性的行动 而是一个拯救性的行动 就好像你的家 本来 你在大陆 买了一间屋 很久没有住 因为疫情 有一天你回去的时候 有人住在里面 那你怎样 你就要进去 不是参略 你是要行动 请教你的家 你是不是谁 我怎么住在我家 是我的家 是我的 他说是他 我住了一年 都没有人 你怎么说是你的 我又要叫公安 警察 拿文件 这是我的 麻烦你走 你走的时候 先算算 这个叫行动 什么行动 请教行动 这个不是参略行动 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 不是参略这个世界 不是参略了人类 乃是 请教人类 所以他不是来和黑暗对敌的 他是来拯救 他不是来和黑暗打过的 不是 第二个 所以很重要 第二个 第二个 光不是要来随灭黑暗 再说一次 光不是来这个世界上随灭黑暗 使黑暗不复存在 他也不是来要 走灭 殲灭 凡是在黑暗中的人类 凡是在黑暗中的 死了 他不是 不是 真光照在黑暗中 不是来拒除黑暗 甚至毁灭一切黑暗中的人 之后全部都在光明中 才能生存在地球上 不是 他来到世界上 不是做这件事 他应该是被光照亮 在黑暗中的人 每一个人 光照在你身上 看你喜不喜欢 或者说 不要照着我 很残暗 不过你 伸了你的灯 伸了你的手电筒 我不要看 有很多人是这样 因为在深章 十九到二十一节 你看到 原来很多人 不喜欢光 很显光 他很喜欢在黑暗中 所以 如果你到一个夜葬会 突然间 开灯 谁啊 搞什么啊 你开灯 你就看到他在做什么 他就不想你做 所以 很多黑暗中的人 他在做事 他不想让你知道 他不喜欢你开灯 特别在石头堆里面 下面有很多 双双双双 不知道什么 你打开太阳一照 那些人 很开心 很享受 日光月 全部走势 他要病起来 所以 石头鼠蚁很喜欢 陰陰 濕濕的地方 暗的 没有光 一光一照 他就走了 他同样的 在世界上 很多人被黑暗 控制 他是不喜欢光的 光照在他身上的时候 很沉眼啊 不过你 借名 借名 行开 所以 光不是垂灭 在黑暗中的人 你不照上我 死啊 不是 他不会做这件事 他就是 吸引人 你是不是要光 我来了 你要不要改变你的生命 你要不要跌离黑暗 你要不要走光 你跟从真理来行 是吗 来吧 第二个 他是这样 就是 光暗的对峙 光暗的冲突 但是光不是来侵略 光也不是来毁灭 光是来吸引 谁要跟我 第三 只要有黑暗 单方面的敌对光 甚至上次要夺取光 和熟光的群体 刚才我说过 就是这个 你们是光明之子 但是黑暗要追上你 就是要取下你的意思 就是暗 所以光对暗 黑暗有沉透性 penetrative 它就好像光 在来到黑暗中 它照耀出来 它就是penetrate 渗透在黑暗中 让人可以看到光 但是他也准许 这个世界上 是光和暗同时存在的 这个就是很特别的意愿论 所以在这个《药汉福音》里看到 我们明白 耶稣作为真光来到世界上 不是要随便黑暗 不是随便黑暗中的人 乃是叫黑暗中的人 来参加他 来跟随他 来信靠他 来得到生命 但是他准许 这个光暗是同时存在的 因为第一次来到世界上 不是要搞定这个黑暗的事 是第二次共产的时候 就是要毁灭这个世界 一起的黑暗的势力 第四 第四很重要 就是强调一种 仲向的二言对比 因为很多时候的言论 就是两个平均的势力 善和恶在那里对比 光和暗对比 这个思想是平的 大部分的 这个哲学或者终究的想法 但是《药汉福音》的言论不是 是重向的 是一个上面和对下面的 生命和光是来自天上的 而黑暗是在地上的 所以是一个重向的 不是平等的 不是平均势力的 是一个大 很有能力在天上的 其实要随时随便黑暗 随时都可以 但随便黑暗 随便是黑暗中的人 但是他不是要这样做 他想继续 有大家的信徒 成为光明之子 之后可以为耶稣为真光做见证 叫人能够来跟从这个光 来建立神的国度 时间到了 之后就被提升上 之后神就真真来毁灭 这一切的黑暗 这是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才做的 所以今天是圣诞节 我们的纪念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不是横向的 横向就是 horizontal的dualism 是一个 vertical的dualism 是不是三叻 没有所谓 你不明白 你以后可以再听回 你看看 所以黑暗 没有办法 成过光 意思是说他已经识过 因为毛司怎么知道 为何他已经没有办法成过 因为在延文 这里暗文也没写过 言文是这样的解释 这个胜过是属于直说意气 过去不定式 Aristian 意思是过去做过的 因为直说意气有时间性 就是过去做过,但胜不过 因为他输了 但是真光照耀是一种现在式 意思是过去开始照耀 到现在都继续照耀 这个是有时间性 所以意思是说 新光继续照耀黑暗庄 继续照亮世界上的人 到今天耶稣已经升天 他的光继续照耀 透过我们的光明之子 透过基督徒来成为光明之子 继续照耀为耶稣做见证 继续照耀在世界上 凡是听到福音的人肯信的人 这个就看到真光了 光就照耀在他生命里面 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黑暗要圣的光 已经输了 所以耶稣说我已经圣过了这个世界 所以你不用怕 所以圣灯自己的意义 是为了拯救 不是为了随灭 记得 耶稣第一次来这个世界上 是要拯救我们 不是来随灭黑暗 OK? 所以我们看到光 用这个例子的图画 一个手电筒 是吗? 还有你看路 这个手电筒看路 意思是说你会抵止一个手电筒 你不会拿一个很大的手电筒 照耀黑暗 黑暗就离开了 算是白日 没有的 你一生之后马上入黑暗了 其实你的光 只能够在黑暗中显然 但是你不会窥走黑暗 明白我的意思吗? 它不会窥走黑暗的 OK 在这个道路上 你看到照亮的道路 你就不会走错错错 但是你走过了之后 又是黑暗的 所以光只能够照在你看到的 以及接受你的人 就会跟着你了 所以你要走在光明中 不要走在黑暗中的意义 意思是很重要的 因为光明是一个领域 你走在里面 跟着它走 你就不会被黑暗影响 好了 在这个约翰的神学里面 黑暗是在说 人虽然在肉身活着 但是以神隔绝 就以生命隔绝 活在死亡中 意思是说 耶稣说 当你信我的时候 你就从死里出死入生 OK 这句话再听清楚 你信了耶稣 你就出死入生 出死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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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言文是灭亡 离开灭亡 进入生命 看见如果这个人死了 他已经灭亡了 如何能够进入生命呢 这就是哲学性说法 就不是物质上说法 物质上说法 我死了就死了 他说的死 不是你的肉体物质的死 是你的灵命 在哲学上 你的灵命是死的 意思是 你的灵命 以神隔绝 你就是死的 你是一个死人 你胡说 你牧师不懂 我明明是活着的 你说的活着 是身体物质上活着 你的灵性是死的 你明不明白这个事 就好像有些夫妻 他已经同床而亡 虽然还是夫妻之杀 但是已经死了 对他死了心 你发展我旁边 当是一个陌生人 你还是一个太太 是的 但是名义上 但实际上 你不要碰我 哇 你已经死了心 所以你要明白 你的身体是活着 但是在灵性上死了 因为你以神隔绝 你是没有生命 这个生命叫做Zoe 不是Bios Bios Bios是生理上的活着 Biologica Bios 生命隔绝 以及 以生命隔绝 活在死亡中 活在死亡中 你一直都是死的 只不过你身体未死 灵命是死的 天天都是死的 以神没有了 团契 一天你身体死的时候 整个灵魂都 撇在阴根了 但是凡是接受光的人 就得到 有神那道而生的生命 就得到上帝儿女的亲密关系 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个就是活了 这个就是活了 又死了 进入生了 Out from dead into life 好 继续我们看第三点 好快 好快 第三点 所以第二点是深的 是很神学上的理解 但是你理解了之后 你今天是进入我们的世界了 牧师说了这么多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现在就来了 我们要明白 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 这个黑暗所掌控的地方 大兄姐妹基督徒 很多时候 错误的观念 这个世界观还是错的 信到耶稣的世界观还是错的 你要搞定你的世界观 你如何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上代的世界 或者是魔鬼的世界 Hello 很多歌 这是天父世界 对吗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就是我们唱这些歌 所以这些歌的歌词 成为真理了 不理性已经说了什么 所以很多时候 诗歌的影响力很大 诗歌你喜欢唱 因为音乐好听 你就很钟 每一喝 每一喝 每一喝都入脑 入心 就以为这是真理 其他很多歌 未必是真理 只不过是讲某一个事实 OK This is my father world 它是用创造论来看 创造论 你用创造上帝 创造这个世界 是不是上帝的世界 是 所以他的歌词有没有错 没错 但他跟你说的是创造论 不是堕落论 堕落之后 这个世界还是天父的世界 又是又不是 是 耶稣回到自己的地方 还是天父世界 但已经被谁掌管 被黑眼 那恶者掌管 有很多经文 我不给你看多 给你一个够 约翰一书五章十九字 一提到 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上帝 而全世界都福在那 邪恶者的权势之下 所以如果这个世界 不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 魔鬼有什么权 有什么本尊 他不跟耶稣说 你拜我 你敬拜我 我把这些全部能够给你 因为厌贿交给我的 是谁交给他 阿东 阿东和夏娃 听他的话 所以 原来全世界的权 已经是福在那邪恶者的权下 所以 我们要明白 耶稣第一次降临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时的犹太人的世界是如何 所以大家要明白 耶稣是来到属于他的世界 是天父世界 但这个世界已经成为魔鬼的 territory 他是人类 魔鬼的掌控的地方 他是黑暗的地方 所以你要明白 所以他进来是很危险的 他是要你拯救 他不是要 毁毁敌人的人类 变回光明 不是 他是来拯救里面的人 大家要记得 所多玛阿摩拉的故事记不记得 所多玛阿摩拉 就是天使和阿巴拉说 没多久 要毁灭整个城市 但是他说 如果有二人 有多少个 五十个呢 到最后他说不行了 所以他通知他的侄子 就是 罗德 他一家人 之后就毁灭整个城市 如果不通知他 他不走出来 整个城市罗德都死了 所以 其实这个故事跟我们差不多一样 耶稣来 是光显然的 叫他 快点信靠耶稣 得救 什么是得救呢 就是使你能够脱离黑暗中神的国 有一天 耶稣再一次 第二次真真来的时候 我们被看 这个世界就被毁灭了 所以大兄姐妹 这个就是得救的意思 得救不单单是你现在 信了主 你将来得救 现在就得救了 现在已经属于神 将来更加属于神 如果耶稣还没回来 我就先回去 所以这个就叫得救 所以这个得救 这个得救 是从黑暗中得救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信了耶稣 在黑暗中 你有没有得救 当然没有 你已经回去了 没有得救 所以很多人做了教会 这个会友之后 就可以回到世界 要死的时候 才可以回到教会 帮我安安 你有没有得救 我不知道 文上帝 继续来 这个很重要的就是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来到他自己的地方 就是犹太人的世界的时候 是怎样的世界呢 我们看看第一个 政治方面 当时的犹太人的政治 已经无理得到的了 耶稣未来之前 犹太人曾经有100年的时间 是自己管理自己的 他曾经因为不听上帝的话 从所罗门 之后回到北边 北国和南国 之后被牢 被牢70年 所以他们在哪个呢 阿淑国的手下 之前是北国 阿淑国佔领了他们 之后 南国被巴比伦佔领 巴比伦佔领 之后 波斯马帝佔领 之后 希腊王 希腊王 阿里山帝佔领 所以希腊王之后 死了 希腊的 生了四个王 在那里争 其中一个是西楼基 在北边 在赘利亚 西楼基 另外一个 多利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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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埃及 两个都争 打仗的地方 就是耶路撒冷 所以争这个地方 每一个都佔领他们 百多年 一百九十年 另一个 另外一百五十多年 所以三百多年都被人佔领 其实是很惨的 一直都被人 下一直都被人佔领 所以那些大祭司 就很狡猾 就是这个家族 讀大祭司的时候 有权有利 另外一个家族要做 就是说 你 给我做大祭司 他给你多少 我一倍给你 争权奪利 那些大祭司 所以就转了 那个王要钱 就给你做大祭司 贬了他 没得做 我做大祭司 没有钱 把圣殿的金 全部挖出来 换成了糖 都是闪领闪领 就可以了 金埋了 给希腊王 就是很多争权跌利 很多污里单独的东西 甚至有100年 他们打赢了 希腊王 很坏的 就是用猪肉去到圣殿 污坏了圣殿 所以他们那些人 就反恐 之后就赢了 100年的时候 他自己掌管自己 但是说自己掌管 又不是完全的车 罗马权势在后面 因为罗马说 凡是希腊的城市 我们都有权 你是希腊城市 我们有权保护你 说的是保护 其实是要侵略你 要抗制你 所以 18年 他们自己人做王 但是又好 要你等到增权跌利 他老公死了 老婆做王 做王的时候 他儿子要杀死妈妈 做王 很多这些故事 我看到 原来犹太人的政治 是很黑暗 黑暗到我们看的时候 很激心 上帝的荣耀都离开了他们 所以到耶稣来的时候 当时已经是罗马政权 控制住犹太人 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犹太人曾经 请他们的雇佣兵 就是 土耳麦 就是 伊托米亚 伊托米亚人 就是希律王 是伊托米亚人 是他们南边的雇佣兵 很贱命的 就是 帮我们打仗 你走前面 死了 我先付钱 先付钱 然后打死 伊托米亚人 是很惨的 他们很贼命的 但是很打得 他们就是为了卖命 为了生存 但是这个 希律王很厉害 他看到这个局势的时候 他跟罗马皇帝说 你让我做王 我一定不会反叛 我一定会装心到底 你把我两个儿子去 住在罗马 如果我反叛 就杀了我的儿子 真是很狼 阿古斯都 真的拿了他们两个儿子 跟自己的儿子去读书 看他们是否装心 他就帮他们管治这群犹太人 真是很可憐 自己的国家被人佔命 自己的王都换了 以前我们的雇佣兵 做我们的希律王 希律王是很厉害做人的 我知道他们很不分气 他娶了大祭司的女儿 做你的女婿 那就亲人了 可以接受 大祭司 一些是很敬畏神的 罗马兵 罗马权 又换了他 换了大祭司 换了另一个大祭司 是他们自己指名上任的 哇 大家知道 原来上帝 和大祭司的家族 都被排斥了 另外一个没有资格 都受到大祭司 哈啰 香港人 想想想 这是什么政治 运景 你想想 你知不接受 如果你是犹太人 你知不接受 如果你是犹太人 你是非器 但是当时 他就活在这样的政治 底下 在政治底下 大祭司 变像 不是为人民服务 而是为罗马兵 政权服务 而且和希腊王 大家 一切都是 猪鹏狗友 一切都是来 剥削 当时有太人 一切的利益 很可憐 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这个政治人境 就是在这个时候 耶稣来了 够不够黑暗 第二个 我们看看 宗教方面 大祭司 已经 无权做大祭司的家族 都做了 所以 怎样呢 很多人 那些祭司 就 离职了 离职了之后 就去抗野 区林抗野 所以区林群体 就是这群大祭司的后裔 他们觉得全世界的犹太人 都是绵亡 只有这群犹太人 是得救的 他们走去抗野 因为自己 在那里很清淡 你加入 就不可以走 你加入就不可以走 你要浸泪 之后就不可以走 你不可以 人外出人 给你衣服 食物 都不可以拿 一定是我们自己人 给你的 才可以拿 所以 为什么 施洗浴汉 他 这么多人欢迎他 接受他 但是有这么多门徒 但是没有人给他吃 他吃野蜜 做什么 鱷鱼 因为他已经宣了世 不可以领受外人的东西 当他脱离了那群 困难群体 他要做神 要他做的事 但是他又已经宣了世 所以他不可以拿 你明白 你明白 如果拿 就是他良心上 已经有缺陷了 就是他 他发世又没有奸 所以他发世 不拿外出人的东西 但是他又不想 等等我们得救 他又为主 以备道路 叫那些人悔改 所以施洗浴汉 所以这就是研究 困难群体 和社会古典的时候 对圣洁 而来多认识 所以当时的 圣殿里面 是名增 暗道 分明结党 有什么党呢? 第一是希律党的人 有大祭司的人 大祭司的人 是什么人 就是那些祭司 然后他们 还有耶路撒冷人 耶路撒冷 住在耶路撒冷 那群人全是叮死他 叮死他 那群人叫耶路撒冷人 耶路撒冷迈 那些 那些 纵使主说 欢迎你 方主名 是佩德比清重 这些不是耶路撒冷人 这是外出过节的犹太人 是两群人 不要搞错 任何牧师都说 那些叫清葬祂 清葬祂之后 叮死他 都是同一群人 是说错了 是解错经的 不要再信他说 没有什么研究 所以 记得 是两群人 犹太人当中 又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靠着每一年 他有阿爷 阿爸 到他的儿子 到他的儿子 都为圣殿 建造圣殿而生存 建造圣殿 就是他们每一年 每一个人抽两个Denari 是很重要的 为什麽呢 就是大家卖食 这里建好了 这里弄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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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几十年 都明明是建好的 你想想 这就是因为有钱赚 需要什么建好呢 一建好就有钱就断了 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 分红结党 还有什么党呢 杀到个人 杀到个人是很理性的 他不相信人死了会复活的 所以他不相信有来生的 是今生的 一切利益都是今生的 塞得个人 就是有体人 因为圣经没有说到复活 圣经哪里有说复活 圣经哪里有说复活 他说我找不到 真的 原来圣经的复活 在旧约只有在 邓尔尼书十二章二节 其他地方没有说复活 但他们的解释 三迈派的说 有什么没有 摩西举起手 欲书压得得性 这就叫复活 这个叫复活 你举起手 举起手也就是复活 因为原来复活在 Egere就是举起 就是复活也是举起 从死人中举起 所以这个就是复活 所以这是分门结党 还有什么呢 法律塞人 法律塞人就是 民根的敬权的人 但是又成为一派 另外有律法师 就是民事 所以我们看到原来 中国方面又好 大家有不同的党派 看看经济 经济是什么 经济当时 盼抗人占了85% 中产人只有5% 常流社会有钱人10% 所以跟我们今天比 香港 我们真是很幸运 不是85% 他真是85% 你继续 第四 社会方面如何呢 抄税很重 我们不知道 抄税很重 我们香港抄税重不重 鎖得税 如果你赚钱不够多 都不能抄 但是他那里抄税很重 第一 就是 罗马政府抄每一个大人 一个Denari 就是一天的人工 是一年的税 我们以为一年可以做365天 不是的 通常是100天到200天 不是每天有公开的 所以每一个人 差不多是200 Denari 但是你要抄一家人 就是你爸爸 做父亲做母亲和子女 回到16岁以上 就要给了 但是圣殿抽税更厉害 就是一年两个Denari 是什么?圣殿税 就是见圣殿 之后就要收买你的十分之一 还有什么? 就是如果你要走大路 那条大路是罗马兵建的路 是由罗马兵走的 让罗马兵可以快去 拉大炮车或者军队走过来 所以那条冠殿 冠殿的冠殿 就要付钱 你要过那条路 你要付钱 过路税 所以第一世纪和今天一样 那条隧道是否要付钱 是的 这样 之后 你捉了鱼 在家里做咸鱼 你要付钱 因为你让你家里 成为工厂 就要付工厂 之后 你做了自己吃 是没有事的 你做好了 你要从车来拖 马车也好 牛车也好 或者人力车也好 你堆在上面 推出去 给钱 因为这个车 你是在货 你就要付钱 哇很多钱 还有你捉鱼 捉鱼 捉鱼要付钱 第一个税 你出去捉鱼 无论捉到多少 你都要付一个数目 或者 你没有钱 不知道有没有鱼 凡你捉到鱼 捉到鱼 对半款 或者四六分 说清楚 每天你出去捉鱼 都要付钱 这就是当时抄税 好创造什么 所以很多人狂 85%狂 做什么最好 做山賊 做海賊 就死了 因为在海上不能走 不能生病 那些 罗马兵 打满了 所以当时 罗马政权的好事 就是 那些海盗都死了 全部都输了 但是山賊很多 在耶路撒冷 犬太全地 有很多山被你生病 所以很多山賊 很猖狂 特别是抢什么 抢他们 从外地 返回那些十分之一 返回那些圣殿税 返回来的时候 就抢这些 很惨 所以当时的社会 还有一个 就是私会党很多 我没有写到 很多私会党 你们以为没有 其实有 耶稣的门徒 有一个叫什么 叫匕首党 就是 一个团 是一个团 失人 叫什么 阿撒仙 暗杀 暗杀 暗杀团 入暗杀团 有很多 不是少 很多 当他们入圣殿 他们反叛的时候 有很多 这些丫头来 很多 所以这个 我现在不再说 我现在说 我说这么多 做什么呢 就是让你知道 犹太人非常期望 一个政治性的 微赛亚出来 他们希望耶稣这个真光来 就是政治性的 美赛亚来拯救他们 所以他们 耶稣五顶鱼鱼 给他们吃了之后 他们都想 耶稣做什么 做王 耶稣做王 耶稣做王 耶稣你应该做王 你看五顶鱼鱼 去喂饱五千人 你不做王 谁做王 谁要关心我们 你做王 每个都希望耶稣做王 但是耶稣不做王 所以这个就是 使得我们 要重新思考 基督教在这个世界 黑暗世界 意义是什么 今天的圣诞节 要你反思一下你的信仰 对你信了耶稣是什么 OK 好 从我们香港的处境来看 你理解耶稣丹生 丹生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看 政治方面 所以我们今天香港很相似 第一世纪的犹太人 你觉得像不像 哈啰 他们的王 不是他们立的 他们的大祭司 都不是他们立的 都是罗马 政权立的 我们这里是否我们选择 你想想 所以其实我们都很理解 耶稣丹生在耶路撒冷 在犹太人的当中 和我们今天都是我们很需要耶稣 丹生在香港 今天圣诞节 你想不想耶稣在香港 耶稣你下来 你什么时候下来 你下来 你还没看到 因为他的光照 你没有看到 你喜欢在黑暗中 那就糟了 希望他照在你的黑暗 第二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在香港基督徒 很想尽办法去诠释圣经 诠释到耶稣是一个政治性的明赛 我们发觉到 我们应该是这样的 耶稣是做这些 奇奇怪 耶稣在当时 他第一世纪 不做 奇怪 在有一世纪 在香港就应该这样做 这是很多神学家 或者圣经学院的老师 或者基督徒的教育 很想用香港人的期待 来诠释耶稣和基督教 应该是政治性的基督教 政治性的美赛亚 很可惜耶稣不是 所以今天的圣诞节 要看我们反思一下 我们香港基督教 是否还在等一个政治性的美赛 政治性的耶稣基督 政治性的基督教 如果是的 等耶稣第二次回来 如果你要第一次 耶稣来世界上建立这些东西 你是想错了 耶稣说 一切读 所以耶稣很明显 我这个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是很奇怪 我们今天又在西方 和到这里 有一个思潮 觉得耶稣不会回来 是我们使祂回来 如何使祂回来 就是把基督教 成为政治 就是等于耶稣回来 这就是一个错误的神学观 但是这个神学观 今天影响了很多很多西方人 和今天香港人 有一种很人为的基督教 就是不无神 因为他们没有经历神迹 没有经历圣灵 他们觉得整个基督教 是一种政治思潮 不是一种真的有神迹 真的有圣灵 没有的 全部都是一种思潮 所以这个很危险 当你读圣经 当你信耶稣 但是你没有经历过神 你会把这个宗教 当是一个政治意识 你理解 你就会解错了 但耶稣很明显说 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祂不是来毁灭一个黑暗 祂不是来毁灭一切黑暗中的人 祂是来敷着那些要进入光明的人 好了 第二,宗教方面 今天我们不要说其他宗教 我们单单说基督教 当时的犹太教 都是乌利丹道 都是分门结党 有些是很支持政府 有些是不支持政府 有些是中立的 所以大家都有不同的政见 在宗教方面 又有灵恩派 是分灵恩的 是传统派 或者是神派 有些生到什么 我不用读圣经 我不用读神学 我自己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个根本不是基督教 他是自己的教 所以这个是奇怪的 今天有直播 大家相信一个是什么 不是基督教 是什么 是睡觉 睡觉在床上 我说敬拜 唱歌 我说敬拜 我说敬拜神 敬拜神 敬拜神 听牧师的讲道 多舒服 你问不是基督教 他说是睡觉 我相信一个是睡觉 可惨了 基督教里面 我们都忽然等到乱了 所以大兄姐妹 这个就是 我来到香港才看到 原来香港很多基督徒 都很多问题 和非寸徒差不多一样 很多人称基督徒 我说话头 你怎么知道是基督徒 因为加入教会就是基督徒 洗手洗手洗手就是基督徒 到底是否真信 是不知道 从他在校园里面 看不到 从他说的东西 看不到 到底是怎样的标准 原来圣经说的 我们不理 圣经说的 你有神的灵 就是真的信他 你有彼此相爱 才是神的门徒 耶稣的门徒 我不说这些 宗教方面 都是很乱的 我们看看 耶稣不是来摧毁这些人 就算那些人 在宗教里面 大祭司 祭司 耶稣不是来摧毁他 那些假的基督徒 一夜之间死了 只剩下的基督徒 全是真的 那就教会 哈利路亚了 不是的 耶稣不是来做这些 耶稣你是呼召真正属于祂 耶稣 刚才说 我各不属于世界 继续一起道 耶稣会说 祢说 祢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有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哪 给真理作见证 凡是属真理的人 就听我的话 他说了说话 他是要你回应 你是黑暗庄 但是你听到之后 你要离开黑暗 你跟从他 对了 你跟从这个真理 他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他就是那条路去到神那里 他就是那个真理 他告诉你 你信他 接受的 信他的名字 他就给你生命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是你毁灭黑暗 你毁灭不公义 你毁灭那些政府 政权 他不是来做这些事 他不是来毁灭那些 衰人 那些恶人 不是 他是要呼召那些人 你成为他的子民 光明之子 第三 正经济方面 按照我们所知的 就算不是完全的 100%对也好 但是都相间 大约 15%是低层的 贫困的 是15% 那么 70% 是中产的 15% 是上入社会 这个世界 变得如何 他一样 无所谓 他有很多钱 用不用 所以 我们就以为 跟这个当时 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 我们好很多 是不是好很多 是好很多 当时的85% 的人没有钱 是没有中援 可以申请的 记得 是没有中援可以申请 我们香港 15%低层的人 是有中援可以申请的 是有政府 在中援可以帮他们 当然那些钱 哪里来的 就是中产和上流社会的人的税 我们给税 就来帮助这些人 所以这些是好事 这是好事 所以这个15%低层的人 其实要感恩 如果我是15%的人 我可以拿到江屋 我又可以拿到中援每个月 有几千元给我 其实我应该感恩 这个应该的 本来是这样的 但是慢慢会不会成为一个 你是我应得的 你不给我 你和我死过 为什么你有权劳 我搞狂 我搞狂就恶 我搞狂我就有权 有权就是你又有我 这个就是慢慢成为 这样的态度 就是很悲哀了 就是一个社会 我们看到别人贫困 我们联盟他 我们政府帮他 是好事 是应该的 得到联盟 得到帮助的人 应该是感恩 但是慢慢不小心 我们把这个当作理所当然的时候 是我们欠他 就是70%的中产人 是不可以申请江屋的 是拿不到每个月 三千元的中援的 但是你每个月 你每年都要付税 还有 最差的是什么呢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是要求这些中产人 不要成为常流人 不要 不要爱钱 要爱从帝 不单止这样 还要帮助低层人 所以中产人 第一 没有公屋 又没有中援 又拼命赚钱 租金每年起 自己的钱都不够 租金又给到 哇,很辛苦 什么都给到不够 子女又大了 父母又老了 哇,很多责任在身上 但是呢 来到教会 又要支持教会 还要给很多 看见 这帮中产人 是很沉 我在香港 十几年 我发觉到 在香港最可怜的人 不是低层的人 虽然 他们都可怜 但是最可怜 不是他们 是中产 中下层那帮 中产可以 中下、中中、中上 中上那些 尊业人士都不沉 中中那些 勉强 中下层那些 刚刚过了关 不是下层 是中产 但是呢 又不够 那些人再沉 所以呢 近来这十年 以来 多人 不要向上流 向下流 今年又公开 不开 老板要加薪 不要加薪 为什麽呢 因为我的屋 快到了 差不多到期 我辞职 辞职 你整年不做工 等下 所以 这个社会 慢慢来到这样的地步 就是 为什麽呢 就是中产人 太过辛苦 所以 我们要帮助的 不是 低层更加要关心 和帮助 鼓励中产人 因为他最争扎 是没有政府的支援 没有任何人的支援 是他自己要想办法 如何成功 在这段时间 疫情的时候 生意做不到 增人债 没有钱 继续下去 是中产人最多 或者是做工 但是被人炒了之后 没有工作 就是中产人最多 我想问一下 那些 8500个 空姐 空少 他们属于低层 不是 一直来都可以 但是现在 他们是中产人 所以现在如何生活 他们很沉 所以这就是 我们要关心这班人 好 所以社会上 有多数不同 我们如果 狂到女 可以拿中援 就可以 从当时的社会 做生策 是很大的不同 第四方面 社会方面 治安相对来说 是好很多 香港我子女很晚 我们都放心 这个治安 是相对 不是绝对 是好很多 但是一个很明显的社会 人大部分都不开心 阿们 阿们 这要承认 最近这个疫情 更加社会撕裂 比香港人更加缺乏前途 和方向 到底有什么有前途 到大学有前途 到大学有前途 没工作 没人请你 更加缺乏什么 爱 是不是 缺乏爱 在家 在社会 在社会 在公司 甚至在教会 不行了 你缺乏别人的爱 你缺乏爱心去爱人 都是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香港社会 我们真的需要耶稣的光照耀我们 怎样改变呢 第一姐妹 不要以为政治行动可以改变 这个香港人的心 里面的不开心 和撕裂 是耶稣的真光 很多人的生命 这个政府改不改变 这个社会改不改变 但是他移到耶稣 真光照耀在他生命里面 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 当耶稣找到他的时候 走到他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改变了 很多人会跟你说 他的生命被改变 不是因为政府改变了 不是 不是公司改变了 市场改变了 不是 他的生命改变 我老公改变了 不是 是他找到耶稣 阿们 耶稣找到他 耶稣光照耀在他生命里面 他就发觉到 原来 我不需要等我老公改变我才开心 我不需要等我老板改变我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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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需要等政府改变才开心 我可以因为耶稣 他的光照耀我 我来亲近他 我爱他 我跟从耶稣 跟从真光 我就不再活在黑暗中 我就脱离了 撒但那恶者的权下 我就进入神爱子的国里面 就以神军系 看见这个怎么样呢 在今年的圣诞节里面 你是否愿意打开你的心 给真光照耀你的生命 请我们的敬佩队上来 不需要上来 你在下面 就唱这首歌 等你走到我 你会应神 让我们一起唱这首歌 你会应神的信息 等你走到我 在三明四字幕后 你靠近我 你拥抱我 从此你不放手 谁的居然 我弃热重重 承认就在你手中 你不自我 你回复我 从此我不放手 等你走到我 等你走到我 在三明四字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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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拥抱我 你拥抱我 从此你不放手 我去的车车 想让下从你手中 你一拳我 你回复我 从此我不放手 夜在黑心在疲惫 我仰望 你此生荣誉 我又确定 永不后退 你作为何人容美 你大人在我心前 我愿意伸 紧紧跟随 我只是你从高山到屁股 我只是你从高山到屁股 你自信 尽其满路 人也被表现 人也被感到疲惫 我要振脱茶泪 永远不后悔 你翅膀影响 我的保护 你华语 是我生命的坚固 你迷失 不要动 只是 只有永不落后 本来在你的手中 我不完整 都 你找到我 要么改造的时候 我要呼吁你大兄姊妹 我就是在直播里面 听信息的 我应识到 以圣诞节 真正的意义 达到你的生命 就是真光要照亮你的生命 for these days 它不是在你的生命周围 照耀别人 它是要照亮你 啟發你 illuminate enlighten you 给你采清一个事实 耶稣来到世上 不是除灭不宜的人 祂不是除灭不公义 祂不是除灭邪恶 祂不是做这些事的 祂来到世上 是要讲真理 指出一条道路给你 从黑暗中走出来 来跟从祂 你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光明之子 你就代表耶稣 在这个黑暗的环境领域 不公义当中 活出公义 不要搞错 以为耶稣要你去除灭不公义 这个圣诞节要你反省 反思 真正的基督教的意见 我们活在世上 是活出公义 不是要求别人公义 是自己活出公义 你看到有狂人你要帮他 你去帮他 不要期待政府帮他 不要期待教会帮他 不要期待你爸爸妈妈帮他 你自己帮他 你有什么感动上来感动你 你就去做 不要叫人做 不要等人做 不要怪别人不做 这个圣诞节的光 是要照耀你的生命 不是别人的生命 别人怎么回应 是他自己的选择 你怎么回应 是你的选择 很多基督徒 慢慢失去了焦点 打基督教要成为 政治美赛亚的工具 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 而你真正地活在神的关系里面 神的统治里面 活出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以神建立关系 在这个世界 我要祝福你 很多的声音在你的四周围 你的生命 如果你信了耶稣 仍然不开心 不快乐 是因为受到很多外出的影响 而忘记了耶稣来 不是要解决那些东西 是解决你生命的东西 你生命太多黑暗的权势 很多的愤怒 很多的不开心 因为不是你做不到 是因为人家做不到你要的东西 你把你的人生 建立在人家改不改变 是错误的 我要为你祈祷祝福 而你的心顺服 神的真理 神的怀疑 给真光照耀在你的生命 无论你身边你的公司 你的四周围 还是黑暗 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你是真光照耀的人 你是光明之子 主啊 我将我的大兄前面交通 将我生生命同的大兄前面交通 祂一定是跟从你的 祂不是跟从某一个神学家 神学思想 某一个运动 祂是跟从你的怀疑 祂明白了 圣诞节就是黑暗中显现出来的真光 不是要毁灭黑暗 而是吸引在黑暗中的人 来跟从祂 主要叫我们保守自己的初心 就是跟从耶稣 成为耶稣的见证人 活出光明之子的生命本质 主要我们将那些未信耶稣 但是在听着这场道的 求你的光照耀祂 祂信靠你 把祂的生命交给你 祂不会再等祂的家人改变 祂不会再等祂的公司老板改变 或者同事改变 祂也不会再等政府或政治改变 祂愿意自己给你真光照耀 自己改变 主要我们扣祂的救恩到祂 祂的光照耀祂吸引祂 近从来 我放耶稣的名字 祝福临到我们生生命堂的大兄姊妹 和听这个直播的大兄姊妹 祝祂耶稣 祂的光照耀我们 在今年的圣诞子里面 我们可以开心 虽然有疫情 虽然还有很多不开心的事 发生在我们身边 还有很多未明朗的事 但是主要我们不会因为他们 而失去在主里面的喜乐 因为靠主的喜乐 是我们的力量 好 感谢主 主 我们感谢祢 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好 放耶稣的名字 阿们 大家圣诞节快乐 圣诞的真光 照耀在你的生命里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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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